現在在台南的六甲区 做現了一棟由老廚精修改造的立事民宿 原本是六甲地名醫師毛條川的枸杞 完全保留了動作失落的正式和物品 經過外國之後 只做六甲第幾間的民宿 頭過兒子頭 做回來看看 外面中重溫歷史風景的空間 不是在日本 是因為在台南六甲区的民宿 至今原本是六甲地名醫師毛條川的枸杞 經過修後外國後 轉移成為為有參觀的景點 現在也正規身為民宿 身為六甲区第一間的學法民宿 毛條川醫師是我們六甲早期的醫師 我們知道六甲都出醫生 其實這邊的一個也是醫師的家族 所以加加起來有二十幾個醫師的 四家 當然是醫師的四家 這一間我們將近百年的一個日式的 一個檜木 充滿檜木 古色古香的一個老屋 經過我們這個對面的一個屋主 一個無姓屋主 他也覺得說這間老屋 如果把它拆掉會相當的可惜 他基於愛護老屋 也希望能夠保存這個 我們這個大家六甲人的一個印記 所以說他把它買下來 這是我們六甲的第一間民宿 經過民宿的空間 除了保留日式的風景 和原本的結局 他可以看到很多動作保留下來的物品 我們這一間我們日式的老屋 其實都是保留它的原貌 像我們毛澤川醫師 他看診的一個桌子 也都是檜木做的 現在也都保留下來 甚至他的聽診器 他的公事包 也通過把它保留下來 因為這裡就是屋主 是希望說這個是保留他的一個原貌 讓大家能夠體會當時候的醫師 這個也算是一個歷史的一個傳承 這邊的話我們會 就是公所這邊也希望說 透過這個老屋行銷 這個另類行銷 能夠讓我們全國 各地能知道說 六甲 這個一個台南的一個小鎮 它也是醫師的故鄉 來行銷我們六甲 這種老廚已經有八十八年的律師 建成了六甲的發展 現在轉行行為民宿 也行為六甲觀光的信用點 民宿現在是提供保障的方式來出租 有興趣的民眾 可以到網路來無憂 記者國伯義六甲區採用不得